先轉 轉了之後 我們是不是要溫糊 對 溫糊 溫糊 溫糊用多少的水 用差不多半 本來是說三分之一 是你現在看我們有八個杯子 要用一半 所以 其實將近八分 對 將近八分 你才有辦法溫 溫八個杯子 好 這樣就是你溫 你倒完溫杯水之後 溫中溫茶 溫 溫中完之後 先蓋起來 好溫糊完要蓋起來 蓋起來 蓋起來完之後 就把 把這個 糊轉 沒有已經先轉了 先轉了 轉才溫糊 然後就把它倒到中 沒有 你一般的都在這邊戳掉 溫糊你要不要給它時間 要 好那個時間就是 就是你要把這個拿來這邊準備的時候 好 準備的時候你是不是要打開 對 好你的糊要 這個怎麼放 這個放在這裡 朝下對不對 對 好 好 那你這個位置 這個 你要留給它 夠寬 所以你打開之後 你直接拿起來就是 不可以再緊張了 所以你自己要去目測說 我這樣大概是可以留它的 這個位置要留出來 因為其實怎麼這裡沒有這個 所以你一定是 一定是 你現在在溫 溫糊 這個時間就是 你拿過來 拿過來之後 你要把你的這個打開 位置留出來的 然後也順便要把這個拿進來的 好 那拿進來的時候 然後 這個手勢很重要 就是說 你拿來的時候 是不是要 先在這邊 按手 按手一下 好 那按手的時候 如果我是這樣拿 你看喔 你看我怎麼拿 我一定是拿來 這邊拿比較下面對不對 右手拿比較下面 左手 按在這邊 為什麼要這樣子 你看我等一下是要這樣轉過來 放下去 嗯 那你如果在那裡再按 那你不斷吃的時候 你等一會拿下來就是 所以你們要握這個的時候 不要握得太緊 我就輕輕的 你看喔 比如說上面 然後拿過來 是不是這樣按手 好 我要放下去的時候 你不建議 你沒有看到 我只是我的手在轉 所以就是你一定要 右手拿過來 交給左手 然後很 右手放下去 很自然 等一下拿上 等一下回去也是一樣 右手交給左手 然後再回去 其實這個就是 你拿的時候的一個結竅 你不要抖到這樣 就這樣起來 你看我這樣先 這樣就放下去 那這個好了之後 溫乎 這樣才有達到溫乎的作用 溫乎作用 你倒溫杯水的時候 你看我們兩個裝備來溫 一定是先 一定是先溫暖這個 溫完這個回來之後 然後呢 你感覺要再來 要再用這個 不用倒過來 不用倒過來 沒有這個要放茶葉 放茶葉 對 要放茶葉 因為你要讓茶葉 因為這時候 你的這裡面要熱的 你就是可以先 先沖泡了 先沖泡了 所以你要拿起來的時候 這個昨天他們也有分泰分泌 一樣拿後面的部分 然後拿起來右手交給左手 再交給右手 這樣就是這個就不動了 再來你這個拿起來之後呢 昨天他們在取茶就會問到一個問題 不要用這一手去取 我是平平的 你看我都不動 我用什麼用轉 你不是這樣喔 這樣很難看 你就是放好之後 你是靠這個轉 你一轉它的茶葉 就到你的這個裡面去了 那你拿來之後 你要放去這個時候 你為了不要讓它掉了滿地 你一定是 來的時候很靠近這邊的時候 才放下去 你一定是跟它平行嘛 你不要這麼遠就要把它放下去 你一定是靠在這裡 你看我轉了之後 我是跟它很快來到這邊才放 把這個當中的距離拉得最近 才不會茶葉掉的滿地 好 譬如說我已經換我們烏龍茶 其實在我們這個你要泡到 平常我們是不是說三分之一 還是四分之一都OK 可是今天你想想看 你要泡給八個人喝 你會放多少 差不多三分 沒有差不多二分之一 不用那麼多二分之一會苦 就是等於三分之一 沒有沒有 要應該是二分之一弱 你就用四分之一 這個概念 本來我們都鋪滿 其實鋪滿浮底 是不是五分之一 如果鋪滿浮底 是不是五分之一 那你就用四分之一 你也不要去想說 我們本來如果在行茶 先說要取三次 可是你現在不要被那個綁住 你只要把你的動作做好 搞不好我放了三次 搞不好我取兩次也夠 搞不好三次也不夠 你就自己去看你要幾次 你的茶量是夠的 譬如說我現在已經茶期好了 你要放這個要放下之前 這個也是一個美感 你要靠它 靠這個茶罐 然後轉這個手 把它放下來 對不對 手再轉 你看喔 我現在取完茶了 取完茶了 你把這個放在這裡 因為你之前沒有手 還把它左手交右手 只有放在這裡 然後轉下來 下來之後你要先 因為你才有地味 要讓它在溫度 裡面先所謂溫潤 你一定要是先覆蓋 然後順手 這個時間就在溫 我們先溫潤它裡面的茶葉 把它放回去 然後放回去之後 這個也是由右手交左手 拿回去 其實這個你要拿順 就是都不會跟它有什麼差別 那這個在溫的時候 這個時候 其實有兩個變通方式 就是我們剛剛只溫了這個 對 你就先把它倒過去 如果是兩個鐘 我覺得是先應該要倒過去 讓它溫另外一個鐘 好 這時候再來沖 加水 這時候時間差不多 你再來 三上三下 三上三下以後 你還是要回去 對 會有一個問題 你倒完這個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時間是超過的 對 蠻久了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變通話 就是你還沒有 你這個的時候 其實是溫完這個第二個的時候 馬上就到 讓它去溫 溫斬杯 那個溫斬杯是要左手到右手 溫斬就是譬如說 我們一個原則 只要你是右手拿的 只要你是右手拿的 都是從最遠的 這樣比較順 你這樣比較不順 只要你是右手拿的 就是從最遠的到最近的 那我們有兩排 你是從外面再來裡面 那是比較順 就這樣拉兩條線 你就用這種想法就好 像我們平常是三個杯子 你有可能是裡面還有水的時候 昨天也是這也是一個美感 我怎麼把我要轉 怎麼轉 來你們看你們如果 我現在右手要轉要去 譬如說我這邊還有水 我要把我的這個茶中裡面的水 再倒到我的水溢 你們會怎麼轉 這樣拿過來這樣 好 你看一個弧口 你們就用你們的這個手指頭 輕輕的一推 因為這時候裡面沒有很多水 沒有多配 你看我用我的這個手指頭 看你是哪一個沒關係 因為這一個海草丸 你輕輕的一推 是不是就換給這一手了 要回來這樣輕輕的一推 因為你是靠湖口 所以很穩你不要怕 你看我現在洗過 是不是剛在湖口這裡 繞回去都剛好在湖口 所以它是不會掉的 而且它裡面沒什麼水 大概剩一點點 好我們一轉 然後穩了之後 再把這個倒 如果你們是三個杯子 這個要再沉一下 對 穩一下 如果是你最好是都穩一下 再出去 一樣我回來的時候一轉 沉一下 就會比較安 然後再回去放著 這個呢 這個水 那譬如說 剛剛其實我們溫第一個鐘的時候 溫第二個鐘的時候 應該其實就是要把它 倒在茶盞裡面了 先溫斬再來沖這個 因為你這個沖的時間 靜置茶湯的時候 就是你在倒溫斬水的時候 要清除那水 早上其實我們不去電鍋 這兩個茶盅的時候要溫 譬如說好我們現在 譬如說剛剛我第二個溫 先我們把這個倒到這個時候 順手就拿起來 把這個溫杯的水倒好對不對 好 然後再開始沖茶 那茶沖好的時間呢 我們是不是用這個時間 就是你要來到溫杯的水 那你要溫杯水 應該是用左手 對 一樣的原理從最遠的 最遠的拿回來 倒完回去 就是這樣一個一個 這個才是你自己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如果你們只有三個 也是要一二三三 三才是自己的 這就是溫 一個原理從最遠的 達到最遠 這樣才有順手 其實我們社會這個方法 是很合乎的 人體工學 人體工學是很順的 當時常有問題的問題 我們一般泡烏龍茶 第一泡你這要多久 四十五秒 一分鐘 你們泡有泡多久 你們在書宣一定泡過烏龍茶 不要高溫的原則 所以你們剛才泡過 只要滾的時候 有液就要蓋掉 對 因為我們的烏龍茶 高溫泡起來 一定不好喝 那就二十三十 最好到九十到九十那個溫度 可是那個溫度怎麼看 你只好是不要一直滾就好 你這個 如果是這個溫度 即使你第一泡五十秒 六十秒都沒關係 只要你不高溫 其實泡起來是不會很涩 好 那譬如說 是啊 我才八杯 但是 好 我們十十秒夠 要怎樣 先出湯 對 因為他們昨天 他們早上我剛好碰到 熟悉還是誰 他說 老師我們在練 我們八歲到完 已經泡過時間 我說你們怎麼做 他說怎麼很苦 我說 我說你一定 譬如說我到你心裡 在獨秒六十秒的時候 搞不好我倒到這一杯的時候 已經是 對你就先挺了 先把它煮湯 你能 熟秒 其實我們用意是要泡一杯好喝的茶 因為搞不好你的賓客裡面 他也不知道你 我們只是用行茶的原理 但是我們不是在行茶 我們是要用很優雅的一個方式 泡一杯好喝的茶給賓客喝 所以那個時間掌控就很重要 所以第一次你們 就是時間到一定要先煮湯 然後再把這個完成 完成 完成 那完成的話還有一個問題 一壺不可能到八杯 對 所以在這樣一個大茶洗的時候 就一定要沖兩泡了 那是沖完再倒還是說 沖一壺就開始倒 沒有 你要兩鐘 兩鐘一起來 而且兩鐘 其實這一個是要備的 這個不是你這次要備的 所以你的兩鐘同樣都是在一個茶 兩骨同樣在一個茶 第一泡跟第二泡都放一起 對 這樣出來的茶湯它才是很均 不是 才是均勻的 不然你如果當這泡跟這泡的人 第一泡一定比較清香 沒有什麼有 腳比較沒那麼重 但是第二泡跟我太重 沒有香味 所以就是兩泡 一樣一定要在一個茶宗 那兩鐘是會比較燙一點沒關係 兩鐘在我們這個茶 倒的下去 但是是一定比較燙 會燙 會燙 所以你們就是這個 不要在電腦下面 其實泡到我來都應該是 會比較燙 所以你們兩泡泡後 你就開始可以先 從最遠的 只要你是右手 就一定是從最遠的 你們這就是有一個概念 只要是右手就是 不管你是右手左手 你就是從最遠的 他說我一定是有這樣 又這樣這樣 後來的時候 開始 好 譬如說這個路徑一定要老 兩個 中有一個壞處就是 我這樣拿 你們在坐 所以你們就要注意 沒關係 稍微小繞一下 然後 不要繞過斧就好了 回來 之後呢 一定要先按一下 再把這個拿過來 再開 再開始 就馬上給 對 因為你不要放回去 就是說 這樣你等一下 你想想看 我都放這邊 我待會再開 所以一般我們在茶行上 直接我這一杯茶拿過來之後 送到賓客 對 拿過來之後 然後你要跟你的賓客說 請相傳 然後你的這邊是三個 這邊三個 你就請他傳到你對面那一個就好了 最遠的那邊 右手的 右手 你從傳到第四位 坐在你對面那一個就好了 對 接下來的 接下來的第五位 接下來第五位 就是請從這邊傳的 我一樣 我一樣是拿過來之後 我拿過來 然後請這邊傳過去 不然他們就傳一圈 你如果叫聖香傳 他可能就要繞一圈 所以我們 就傳到第四位那個地方 這邊的你就從這邊 所以應該是到這一杯的時候 一杯你自己的 還有這三個 所以應該是 我們應該有九杯茶才能 沒有 三三 我們現在用八個位子 三三 是前後一個嘛 所以等一二三四 然後這邊一二三 最後才自己 對 所以是前面這一排 就是給右邊的 很好 很好記嘛 前面這一排 右邊的 下面這一排 就是給這三個跟自己 跟自己 就這樣就是一個 一個完整 就是茶湯都出去了 那茶湯出去 他們第一 我們第一杯都一定不夠 所以你們 茶湯處理之後 你們就要繼續泡 繼續泡了 這時候 你們泡第五的時候 你泡在這裡的時候 為什麼要兩個茶粥 就是要讓他們 再來因為他們自己 都在自己身上的杯子 你就讓他們 還是說不用這個 你請他們喘也可以 請他們用這個 喘過去自己 自己再備第二杯 所以你們可能 他們在喝的當中 你就要繼續一直泡 這個茶湯處理 為什麼要用 這個茶湯處理的時候 你還在泡 他如果沒回來 你的時間會超過 所以用兩個茶湯 用意就是 當這個茶湯出去的時候 這個就是你 在泡的時候要用的 那差不多我們泡幾次這樣子 其實你想想看 最少要泡上六泡 對 我也是想說 最少要六泡 六泡 我們到時候看一下 師宜的時間 是不是會到第二個 我們也不急 因為這當中還會 你們泡完 可能喝了第一、二杯 我們就會上茶食 茶食完還會有表演 這當中可能你們就 不過小花在說的問題就是 泡到最後沒有味道 像春有茶 春有茶 但是如果你要泡一泡 你很快就跟你第二泡 紅茶又撞在一起了 對 所以我們還是不要 一泡這樣 就是一泡 頂多你六 如果他們真的很想喝 那你就六七 就後面的茶湯當然就是 這就是泡你自己 沒有味道 但是你不要泡出來 泡這樣就好了 讓這樣子第一泡完之後 我們開始表演了 我們也接著第二泡茶 到時候就是會用這個 讓這個送給茶女 可能就是要去把第二泡茶換過來 順便你們 你們如果泡完 他們在表演 你知道那個時間點 就要清這一個了 如果最簡單是有兩個湖 不過我們應該沒有兩個湖 如果有兩個湖 當然是最好 不過我想不要用兩個湖 你們自己還是 就是試著 就是當初泡 你這個泡完時間差不多的時候 譬如說他們在用茶匙 我看茶匙 表演到 他們有三個起步 譬如說表演到第三個起步的時候 你們就開始 就開始清這個 清這個把它清完 要清之前 這個還沒膠 水衣要拿 還沒有 這個還沒膠沒關係 你就是要拿靠近你一點點 拿靠近你一點點 你才有辦法把茶渣掏 掏出來 掏盡量掏到茶葉比較少 掏之後你回來 回來呢 你要靠這邊 所以這一次茶餘補水就要很 不要 就是等它把這個 茶中的都清好了之後 可能還要補底 這當中其實你想想看 泡六泡還是七泡 就不夠了 包括其實很快可能 你泡第三斧的時候就要補水 因為你想想看 我們這個是 兩千嘛 一千八 一千八你第一次溫一次的中 就將近兩百 兩百然後二四六 可能泡到第四 就開始要 那應該第二泡來的水 應該夠你清茶中 茶中清完的時候 就可能這當中要停著 等看施宜 應該我們會讓施宜來 告訴我們 什麼時間點 就是當天跑流程再來看 什麼時間點 我要開始泡小葉紅茶 那小葉紅茶我們會被辦好 之後請茶女一起來拿 這樣子 時間點就是等我們那天 跑流程的時候再來 再來講 那如果是第二泡第二泡的時候 就少了一個動作是什麼 就不用溫杯了 也不用溫 但是你 我想 直接 譬如說第二泡 這邊也都沒有東西了 杯子都沒有 因為都在他們身 都在他們身上了 所以這時候呢 你就是 小葉紅茶 要記得降溫 水 降溫 85度 就是不能太高 萬一你的 因為還好有兩個茶宗 萬一你的水是開的時候 其實你那天也不用急著 一趕快泡茶給人才好 你就比較慢也沒關係 因為你都有水 而且都便便 尤其紅茶很容易泡失敗 所以 所以你要 譬如說 第一個 你的茶如果在滾的時候 你的茶如果在滾的時候 你一樣要溫壺 說幾個地方 順便把裡面的那個 萬一裡面會乾淨 溫壺 五分鐘的時候 你這個不要溫 萬一你是水很乾 你這個 這個就當來 降溫用 你溫一個鐘就好 這是一個小臂 小臂 小臂 就是一個梅干 就是說 好 因為我又不用溫杯了 我只是要把這個湖 溫一下 然後你溫這個鐘 這個就不要溫 這個溫 這個不要溫就是 你可以用來降溫 看那天的天氣 如果可以經過這樣一個降溫 其實你泡出來的紅茶會比較好 不要那麼熱 水溫比較好 因為太高 而且我們的紅茶你看 可能那麼多人 我們會用到最好 最 就是一定最少的二分之一嘛 所以你低溫 然後大概我想 二十 二十秒 二十五秒 其實不要超過二十五秒 倒完大概就要出來 對 所以你如果 因為你倒完大概十秒 如果你溫度降 然後不要 你就出湯了 那一樣也是要泡兩次 還是說 我是今天應該泡兩次 茶湯才會經營 兩湖的放在這個鐘 然後傳出去讓他們喝 第一次差不多二十五秒 第二次也差不多二十五秒 就可以 應該是水出完就要出來 第一次 你們現在回去泡看二十還是 要再滴 要再灑 要再灑 你們回去 你們回去用二分之一的 茶葉量 你們去試看 好 有降溫 你是在用二十還是 二十秒還是 三十秒 還是 你們試看 就是這個就自己掌控了 因為很難講 這個溫度到底多 但是最起碼降溫是不會失敗的 不要那麼高 對 包括你們在泡 如果真的是烏龍茶的時候 也一樣 你沒辦法降溫的時候 你就是先熄火 但是第一泡是因為 你還要做這個動作 一定是不會 第二泡沒有這個動作 就一定要用一個 就是順便這個 如果真的 就用這個降溫 你一樣倒完 把那個水用在這邊才來沖 嗯 等等 去哪裡 還是 在你身邊 可以 你